前几日,少女时代成员金校渊在印度尼西亚演唱会上,在和舞伴准备舞蹈开场的间隙,有印度尼西亚Annie唱起了少女时代的歌曲《重逢的世界》,然后在舞台上的校渊就回应了粉丝瞅着空隙跳了鸡下重逢的舞蹈,惹得粉丝大叫,你果然还是那个乖宝宝啊! 金校渊从2000年加入SM Casting选秀入社,之后曾经在中国北京留学,进修汉语课程,2007年8月以少女时代组合正式出道,少女时代女帝这个组合有多么成功自然不必多说,自出道后人气一直居高不下,各个成员自身也是相当有实力的 少女时代作为韩国顶级女子天团,在各国粉丝也是众多,但作为少女时代成员的金校渊之前却一直人气奠地,在庞大粉丝的基础上不管是主唱金泰妍还是副主唱郑秀妍,哪怕是唱功和舞蹈都不出众的李顺归好像都比金校渊有知名度 少女时代作为团体,门面C位一直都隐而居多,作为主舞的金校渊能够领舞的机会也不多,这一直校渊粉丝争议的话题,没有话题,没有多少出镜 在少时这个大团里有点小透明,很多人都为她明不平过,但是她本人在那时候并没有什么不满的 像一个乖宝宝一样,每次访谈都安安静静地做自己该做的,舞台大哥也尽心尽力地去做 公司安排也从不会拒绝,从来不会特意去抢劲,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少时的黑粉总是在说她是个可有可无的角色 但其实金校渊自从加入少时候就是少女时代的主舞,身为少女时代舞蹈担当的校渊擅长popping,locking等众多舞种 无风充满力量又不失柔美风韵,号称少女时代的舞蹈机器 舞蹈实力是没话说的,2013年的时候就加入舞蹈节目Dancing Show,担任导师,在韩国舞蹈综艺中都少不了她的名字 此外她的综艺感也很强,2012年出演了《青春不败2》,因其出众的艺能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2015年6月推出个人实境节目,校渊的百万like,同年7月出版个人书籍,PierStyle 2016年1月担任美妆节目,Getty Beauty,特邀主持 自身实力是很强的 记得校渊之前才在综艺上抱怨说曾经很生气自己不是少时的C位,总是站在不显眼的位置,但是作为少时的一员,她很清楚自己的位置 少时的每个人都性格不一,校渊有一种类似集合的存在,很多成员都会把她当作知心姐一样,她自己本身相貌不太出众,所以C位一直都是相貌较好的允儿 为了少时这个团体,她甘愿接受公司安排,做一个不太出众的小透明 就像她说的,她自己也不太清楚在这个团做什么,不过团队需要午后,那她就当一个乖宝宝 不过,人品和实力总是能被时间证明的,少女时代随着成员的不断解约,活动和团队专辑也在不断减少,让很多粉丝可惜 但随之而来的是小队个人的单区solo和活动逐渐增多,16年与李文映和赵犬合作的歌曲《Born Top Wild》发行,这首SM与JYP共同合作的单区,舞蹈帅气,音乐冲击性强 首张发行个人单区,Mystery,MV里的也是冷艳又酷帅,一出场就很惊艳,让人眼前一亮,并且销量很好 校渊在这首歌曲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格 今年2018年4月以Eihio为一名,又推出歌曲《Sober》,同年8月,与金泰妍、李顺归、权鱼丽和林允儿组成少女时代小分队组合,GG也顺利回归 少女时代校渊回应粉丝跳虫逢你还是那个乖宝宝啊 而最近她以DJ后的特殊身份发表了全新个人solo专辑,Punk Right Now,也是非常粉丝向的DJ曲目 这一次才挑战了DJ这个并不为人熟悉的音乐类型 希望自己能做优秀的专业DJ,并能引领DJ行业的发展 但不管怎样,能回应粉丝跳舞的你,还是我们眼里那个乖宝宝,也希望校渊能真正走上自己喜欢的路